這樣才有 蛤? 那我剛剛這麼辛苦的收取在這 是為了什麼? 還好我沒有發現 對,還好我有問 有點模糊齁 25秒耶 你要不要從正前方拍 你用手撐著它 那你手不能遮到 因為我的鏡頭在這邊 你可以瞧位置 看你瞧哪邊 你坐得舒服,然後你可以好好拍它 很特別對不對 哇,我第一次看到蟲脫皮耶 很特別喔 欸,那我們可以不要錄了嗎 我覺得它脫完好像一個小時的感覺 快脫完了啦 真的嗎 尾巴的部分 對啊,快脫完了 快脫完了 快脫完了 哦 我竟然說 我竟然說江振宇拿進 拿進的房間給我看 那時候是完全還沒脫皮 對啊 現在已經到這裡了 所以現在已經脫到尾巴了 對 明天我 那我帶一個盒子 然後把它的皮拿去給老師看 哇 剛脫皮完的時候 她 她的皮膚 新的皮膚很脆弱 所以這時候千萬不要去晃動 你不用那個 明天先不用拿 你明天再把皮拿起來 她不會把皮吃掉吧 不會啊 不會啊 她不是67年 那我們就這樣擺著 明天再那個 蟑螂不會咬她吧 常常進不去啊 動那麼小 動那麼小 她現在變大隻了 也出不來了吧 對 她現在變得比較大隻了 看起來好像 很痛苦的樣子 千萬不要去幫她 這過程必須要她自己去完成 就像小馬要自己掙錢 嗯 為什麼過程中不能幫她啊 你幫了她 她就會失去那個能力 失去那個生存能力 就好像 從 從那個 筋裡面破繭而出的時候 你也不能去幫她 如果你幫她 她馬上就死掉 這就是她自然的天則 這個過程 在這個過程裡面 在她的內心裡面 就開始鍛鍊出一種 所謂的 求生 求生的意志 就好像小孩子 從媽媽肚子裡面 伸出來的時候也是一樣 她可能要睡著了 沒有 她可能只是休息一下 因為這是蠻費力的一件事 不會啊 不會啊 應該可以完成 繼續 加油啊 哇 這好特別的體驗 一片一部片 直接把它放到 然後去給同學看 因為你看到脫皮 他們沒有看到脫皮 這個 這隻 完成 成功了 成功了 恭喜你 好 那我們把它關掉了 好